默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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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翔 打过去 有些来往 被胡一会来往 先球 出界 来最后来起上 做半点发球 你看他 好紧张 不能笑 不能笑我 這個就像是別人新的女朋友 回不來了 紅不浪 這時候不要紅不浪 紅隊11比14 來 再結束 接個發球 直接上 15比9 藍隊直落二 從下一次的比賽開始 我可能就不會參加 對 因為 我的 前十次人帶斷練 我覺得 左邊的人帶也實力 這次的棒球賽 這可能是我們這一次 比賽最後一次 然後我很希望說 跟大家一起在上面奮鬥 抓住 抓住 兩棋 關鍵的一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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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球呢 是我剛剛打出去的這顆球 我會放在我家裡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會再跟你們同一隊 我希望看到這顆球 我就會想到 原本一個人 好 謝謝 好 那紅隊就少一個人 小潔領隊 所以你們會再補強一個選手 小玉算是很全能的運動員 少他確實我們戰力真的是還滿上的 對 他就希望可以找一個 跟他戰力差不多的 然後來補到我們紅隊 不要被誰會替 除非你就是 找一個奧運選手 替他們那一隊 我真的會傻眼 除了那個以外 那其實也不用那麼的緊張 會放那麼重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不公平 我是不是很誠實 的確小玉也受傷了 那他也沒有辦法上場比賽 那我覺得 勢必紅隊一定得補一個人進來 但是會讓我更期待 跟紅隊接下來的挑戰 好 大家出去找 今天有信心嗎 對於自己的狀態 每天都會有信心 對啊 今天對這個三個箱子都有 應該有吧 紅隊加油 越來越囂張有沒有 煩耶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準備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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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回來 我們太急著小心 去見隊友了 來 藍隊今天真的要特別小心 因為 要小心 我們每天 如果我們知道 藍隊早上七點要練習 我們就早上六點 開始練習 對 所以今天真的要特別小心 我們紅隊一定準備好了 不要擔心哪個戰鬥 不要擔心的應該是 那個 足球 因為足球比較 我們那時候的規格 沒有抓得太準 但是現在看現場 我覺得還是也有一點問題 主要是 只要能進球就好了 一 二 三 三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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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由於我自己有比賽的關係 那其實這一週 他們的訓練都還滿好的 我們就會固定禮拜一 就是一個肌力跟挺能的訓練 那禮拜二 禮拜三 就是一些比較球類的訓練 那我們在足球跟躲避球上面 花滿多的時間 當然這個有代班的我 其實是比較不擔心 希望那個 可以好好的幫你的忙 現在就好好的打電話給她 好 沒有安心感 就是因為每次我們 譬如說打躲避球 或者是拔河 其實錢姐那個時間 叫的時間 或者是跟我們討論事情 那個時間 她都抓得非常好 就是心裡有點撐不住 但是 以一個隊長的角色來講 應該要撐住 讓大家會比較有安心感 其實我們可以撐得住 可以 可以 太厲害了 大概六個跟躲避球 是 我沒辦法 來 該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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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的基本概念 人過流球 球過流人 來 下班 收手同學 該不會 該不會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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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 待會兒就全力以赴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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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對藍隊 其實也很陌生 但是 比賽總是會有輸贏 所以一開始來 當然會有一點壓力災 但是還不錯的是說 剛一開始跟各位隊員們 接觸的時候 感覺就是 這個團隊是非常有活力的 是我的偶像阿三哥 慢慢地走進來 整個心 我們全部都安定下來了 沒想到 我覺得可以參與到 我們這個藍隊 也可以幫助我們藍隊 一看到他 就是跟看到錢姐 其實有同樣的感覺 他們兩個感覺就是 很可以為團隊去爭取什麼 或是我們一定不會受委屈 所以我覺得很安心 非常安心 要進去鞋子 一定要做清潔 那我們現在來 先來發 波形 按點 我們一定要帶一雙乾淨的鞋上場 每個人發一雙 我們上場就是先穿這個 然後把自己鞋擦乾淨 等到真的要比賽的時候 才開始穿上自己的鞋子 然後讓鞋子保持乾燥 讓它保持乾淨 讓它不打滑 這個外套也是一種 團結的一個象徵 一個象徵 大家有同樣的一個東西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我就希望紅隊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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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男人 中間 加油 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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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有 有 有 是的 好 好 好 同學 大家好 我是水平 而且現在講的是以外國森政黨 算是 我是從剛剛在學校的 學校的學校 這個是不開始 我們現在 我們對你 好 好 好 你看熊彩虹 熊彩虹 對 我是要籃球的人才 籃球不要再比了 籃球不要再比 我覺得是為了 為我們紅隊注入一股五星的力量 很期待他之後就是 跟我們紅隊一起加油努力這樣 順其軍其實就是很強 算是很完美吧 知道加入紅隊之前 我就已經來過一次當外援了 其實就是 你說心裡話 我覺得我進入紅隊 不是只是想要 提供更好的實力跟戰力 而是也要時常的提醒他們就是說 我們的強項 我們要把它拿下來 藍隊稍微加了一點上風 但紅隊今天的比賽半身堅持 藍隊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那很像現在藍隊虐打紅隊啊 對 藍隊現在是最吃尖刀 這場比賽中 會有比賽中 會有比賽中 有比賽中 會有比賽中 會有比賽中 也會有比賽中 會有比賽中 會有比賽中 藍隊能取得 跳得非常高分 努力 漢兵把他衝了 漂亮 阿樂 比賽中 好 往先進場 把這個球接到 長汉典 這個球 這個被接到 長汉典走過 阿樂剛剛閃得好 長汉典 英雄救美 長汉典英雄救美 其實一次救救 很容易 比賽開始 現在呢 紅隊後面已經有人先跌倒 快馬上就站起來 紅隊現在已經 把這個旋轉緊張拉過來 只是一句話 你久著 我愛你 我愛你 這一球啊 結果 盤大了門主 彈得進去 我覺得可以再臭一點 可以再有情願一點 長汉典 這一球會不會成為絕殺 胡宇威身負重任 長汉典這一球 喜愛運動 熱要運動 沒有運動就吃不下飯 就睡不著覺 甚至就會活不下去的運動 吃運動狂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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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蔡元 我是上華 歡迎收看 全明星運動會 今天的大來賓呢 請到的是 呂桂花教練 也是中華女竹隊的總教練 今天教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幫我們選出本週的MVP 所以教練也在今天整場比賽當中 都要仔細觀察囉 最終呢 有兩個新成員的加入囉 沒錯 有一個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就是之前來參過大來賓的 周俊三 三哥 那三哥呢 今天啊 是因為 錢文宣教練高架 所以他今天擔任的是 藍隊的教練 畢竟都是體育界的前輩 在一些戰術上 跟一些球場 球場上的那些 能力其實都不會太差 還是會以為挺貪心 另外呢 就是因為 紅隊的小玉楊祺玉 陰雙退室 而且是等於整計報銷 所以呢 對啊 不過增加了一個 孫祺君的成員加入 不過呢 這邊要問一下呂教練 那除了一個新的成員加入之外 除了他本身的戰力之外呢 你覺得還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整體的默契 默契 對 就是 就是新成員 他對這個 這個團隊的戰術打法 是不是可以充分的理解 其實我們之前一直多方打聽 到底會是 到底會是誰來 但都都打聽不到 結果他來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他們補齊群是一個強棒 而且搞不好比小玉還要 就是還要猛 紅藍兩隊 要比的項目是 拔河 這一次我們的拔河 賽制不太一樣了 同樣是三戰兩勝 但是呢 第一局跟第二局呢 都只派五個人 而且要不同的五個人 要到第三場才是 全員十人上場 是 那這邊要問大來賓呢 呂教練呢 你覺得拔河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我覺得是 那呼吸如果一致的話 那力量出力才會一致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 那我們第一場的 先發名單就是 壁城 然後 齊君 然後 翰蓮哥 芝芝 還有阿樂 然後第二場就是 元昊哥 然後 逆哥 然後 琪琪 方芸 還有阿昌 好 漂亮喔 加油 紅隊 抱歉 我們藍隊對於十人 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反正是拆沉兩隊 對我們來講 有一點點壓力 十人的這邊 我們覺得好 如果真的比到了第三場 我們是不會輸的 第一點 威哥帶贏隊 然後宜倫哥帶贏隊 OK 那就 王軒好嗎 王軒好 王軒好 然後再比到這邊 然後有凱莉就一定要我 因為 兩力組合算 凱莉跟比比 OK OK 兩力組啊 最後呢 加起來就叫做勝利 其實一開始我們就很清楚 就是說 紅隊他的爆發力是比較夠 但是他的那個體能部分 或許是一個 小小的缺點 體能部分我一直不擔心 最重要就是那個 技巧跟團結的力量 我們其實要打持久戰 有壓力 的確有 但這也是他們給我們的 儲力 他們的優勢還蠻多的 比我們多很多 是他們 重量跟他們的力量 但我們靠的是技巧 好 接下來呢就是 第一局 兩隊排出來的選手 首先為大家介紹藍隊 第一棒是柯友倫 第二棒是夏合希 三棒是Timi 四棒是安苡橋 五棒是正義 藍隊的體重 總和是302.5公斤 好 我們可以看到在紅隊這邊呢 他們第一棒 依舊排出了陳和蝶 就跟他們野生對峙 第二棒是新將 昆奇君 再來阿樂 這次跟最後壓軸的是P-陳 好 紅隊的這五位選手 體重加總是300.1公斤 所以是藍隊稍微重了2.4公斤而已 那版和看技巧啦 這一點他就來看看 哪一邊可以獲勝 好 比賽即將開始 這一次的比賽呢 最後一位壓軸的選手呢 是允許可以揹繩的 而在正義以及P-陳 他們都有穿著護具 這個是寸土必真啊 而且看到這一次 雙方都是把重心盡量的往後壓 看得出來 大家都已經找到拔河的訣竅了 一開始 雙方已經用上力了 盯住你們的腿 盯住你們的轉圖就好 盯住你們的腿 盯住 看上面 是所有的腿 那個繩子拉得很緊喔 比賽開始 藍隊這邊的不斷的笑號眼 紅隊這邊撐不撐得住 紅隊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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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隊有沒有撐得住 藍隊和詠文打頭陣 已經把繩子被他拉過去了 只差了五公分 藍隊獲勝 紅隊現在沒有出現 紅隊沒有出現 紅隊有2-3-1,2,1 紅隊 紅隊有3-3,2,1,1,8,2,4,2,1,8,2 紅隊有3-3,3,2,1,8,2,1,8,2,2... 就是想要快速的 拿下第一場跟第二場 但他們進步的幅度 比我們想像中的多很多 情報 他那種狀況還是會 我們的敵人不是對面那邊 我們的敵人不是對面 我們的敵人是自己 我剛剛看著漢姐的臉 我是有點就是 沒進步人 他有什麼怪表情嗎 他就一直看著我這樣 他在模仿的時候 我必須要承認就是我 我當頭的時候 其實我的節奏沒有帶好 然後腳步很亂 那我也不知道後面的情況 反正我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的問題 今天要注意我 這邊 教練怎麼看這一局 兩隊的表現 我剛剛看到藍隊 最後一位好像稍微跌倒了一下 但是他很快又爬起來了 那整體來講 我會覺得藍隊的 就是時間 出力的時間 看起來好像是比較一致 基本上我們藍隊是 但是我們的動作是好 其實鴨尾的壓力還蠻大 不過你就會覺得說 前面都有你的隊友 那你後面一定要撐住 無論如何一定要撐住 好 接下來 兩隊要進行第二局的賽事 那第二局兩隊是要互換邊 這個以示公平 而藍隊排出來的選手 包括了打頭陣 第一棒的胡宇薇 二棒邱宇辰 三棒王軒 四棒凱莉 五棒是比例 藍隊的五位選手的體重 加總是301.2公斤 好 我們看到紅隊的部分 這一次也是加緊訓練的 第一棒是李久哲 再來姚元昊 齊齊 方芸跟阿超 紅隊的五位選手體重是 317.7公斤 比藍隊多了16.5公斤 特別是姚元昊跟李久哲 這兩位 特別重 特別重 對 就看看紅隊能否搬回一城 還是藍隊要直落二 再拿下巴赫的勝利 不要緊張 放鬆 穿住 很棒的 李久哲這邊是對看向胡宇薇 李久哲也是一名胡宇薑 對 看他手臂二頭肌的肌肉 現在氣成丹田 紮紋馬步 第一次玩巴赫的時候 然後我在尾 後來這次請了兩個專業的教練來教我們 然後他們說 其實 推比較強的 可以在前面 後來 後來 好哥說 你來前面 然後我就說 OK 好啊 我就看這個職人 他就 哇 感覺到他們 緊張 好 好 好 對 對 來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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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很厲害 我們是公子嗎 未過生光 下 第一次 比賽開始 現在紅隊後面已經有人先跌倒 快馬上又站起來 紅隊現在把這個繩子緊張拉過來 紅隊只剩下五個分 紅隊獲勝… 搬成了1比1的平手 紅隊這一組真的是非常猛 好…我們放輕鬆… 往後的情況之下 那個腳步是用碎步不要太大步 太大步一踩空就滑掉了 前面壓得很好 壓就維持 因為你們壓住他們是走不了對不對 就壓著 然後你們知道你們第一下會跌倒嗎 因為你們 力量太大了 力量太大了 所以你們直接往下沒有動搶 所以你們是有力量的 我要記得手不要離開 好 你離開就只剩手的力量 對… 要靠近肚子是不是 對 靠近肚子 記得貝拉還是要這樣子 Yes 然後打 雙腳打 我們現在要結合在一起了 我們力量更大 OK 我們現在力量更大 Yes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好棒 來 教練一起好不好 1、2、3紅隊 SORRY 你剛剛倒腳太彎了 你就是腳彎了 所以你整個腳倒掉了 這個鞋子到底可以嗎 可以 第一棒招落 一十棒 可以討論分配一下 這很簡單 我們從高到來 對 我會 很簡單 好 來 加油一下 剛才順序 來 加油 專注 Focus 來 一分拿起來 1、2、3 進步 好 馬上我們要進入的是 無球12碼PKJ 手悶遠 我們都當得好 什麼球他都可以當到 手打 正中間 被阿昌擋下來 比利這一球 吹不去 被阿昌的雙手拍掉 這一顆車 單手擋出去 這次擋得好 來到這次兩顆車 三顆車 都送在我 一顆車 通知 一顆車